有很多人养狗之前 可能除了品种公母等等问题 还会考虑狗狗的体位问题 那您知道狗狗的品种中 有哪些品种体位是比较大 非常臭的吗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狗狗体位排行榜 最臭的五种狗 第一名就是北京犬 北京犬是中国古老的犬种 还是以前宫廷犬 是很多贵族所饲养的一种狗狗 北京犬长相可爱 性格活泼 体型非常娇小 本来是很适合家养的 但是北京犬可爱的外表之下 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那就是体位真的非常大 是名副其实的臭汪 饲养北京犬 平时除了要定期的帮他洗澡 清洁口腔等等 还要清洗他的狗窝 被子等等 家居环境也要做好 不然家里可能会被臭死 第二名就是八级杜犬 八级杜犬是一种相当古老的犬种 虽然长着一副忧伤的脸孔 但其实他的性格非常活泼开朗 而且还很聪明 非常善解人意 服从性也极度的好 是非常优秀的宠物伴侣犬 不过八级杜犬的体位也是比较大的 加上因为经常会流口水 那就更加臭了 如果是样八级杜犬一定要经常给他擦口水 不然真的会又脏又臭 第三名就是中国杀皮犬 中国杀皮犬曾是一种非常优秀的猎犬 后来因为其皮肤褶皱和下垂 相貌独特加上性情温和 而成为世人钟爱的伴侣犬 不过杀皮犬性格很好 但是体位真的让人有点受不了 如果你正在养杀皮犬 建议平常一定要帮他勤洗澡 一定要细心的翻开他美道的褶皱 只细清洁 避免藏污纳垢 滋生细菌 加大体臭味 第四名就是法国动牛犬 丑萌的法国动牛犬 也是现在比较受欢迎的品种 他安静 运动量小 长相可爱 非常温顺 喜欢和人相处 等等优点一大堆 不过让人爱不释手的法豆 体位也是非常大的 而且他还很爱流口水 流个不停 一到了夏天 地上一滩都是狗水 要是放屁 简直是在放毒烟 真的会把人熏晕 法豆在臭狗界 绝对能占一席之地 第五名就是金毛犬 金毛犬是世界上 三大无攻击性犬种之一 性格极度温顺 贴心 友好 是非常有名的暖男狗 金毛犬外能提东西 拿快递 在家还能看孩子 是非常优秀的伴侣犬 而且不挑食 非常容易饰养 哪怕给他白饭 也会吃得非常开心 优点非常多的金毛犬 体位也是非常重的 应该是虫族最大的烦恼了 特别是夏天的时候 隐藏在飘逸毛发下的身体 会让人臭得受不了 金毛犬还是钓毛 比较厉害的犬种 平时要帮他多输毛 还有饮食 一定要注意清淡 让他减少体味的发生